你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死球正和一只老鼠嘴对嘴 而他是想救这只老鼠 这只老鼠是这所监狱的开心国 大家开始都觉得在这个死气沉沉的监狱里 有这么一个小可爱挺好的 所以狱警们平时看到他 都会主动给他喂点吃的 逗逗他玩 就这样 不久小老鼠成了一个死球的伙伴 还给他起名为金阁先生 金阁先生 时不时的还给狱警们表演个节目 大家都已经把他当成这里的一份子 只不过有个心理变态的预警 佩希不这么想 佩希原本想仗着自己家族的背景 刻意安排来这所监狱 欺负一下死球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可胆小的他反而被死球弄得洋香百出 气不过的他想把气撒在最小的老鼠身上 可就是这么弱小的金阁先生 他也欺负不了 这天金阁先生正专心的给大家表演着节目 忽然一只脚踩住了他 看着被踩得奄奄一息的老鼠 佩希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然后转身离去 就在大家都在为失去这个开心果难受时 柯飞要求保罗快把老鼠递给他 见证过奇迹的保罗没有犹豫 直接把老鼠交给了柯飞 只见柯飞双手捧起老鼠 嘴对嘴呼着起 慢慢的老鼠的尾巴竟然动 紧接着柯飞的手里竟然发出了光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随着光忽然消失 柯飞又开始了剧烈的壳子 随后嘴里便飞出许多小虫一样的物体 不疑会又消失了 当所有目光再次回到柯飞手中时 他们神奇地发现 小老鼠活了 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活泼地又回到了主人的手里 所有人都被这奇迹的荧幕震撼到 可让他们谁也没想到的是 柯飞虽然救了这只老鼠 却无形中害了他主人 那个混蛋佩西得知老鼠没死 将会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用更加疯狂 更加歹毒的方法 来报复这个即将死去的囚犯 等会来报告 我们等会儿 天啊 天啊 既然じゃ 真是 我们看下 写论